市中心的新 condo 比较美麗的位置 你的尺价大概是1600至1800元 Gross 的租金回报大概是4厘左右 而升幅来说 其实你愿意每年有5-8%增长 有留意多伦多市场的朋友都会知道 多伦多市场比较熟悉 很多时候房子一推出来 两三个星期已经卖完 或者已经卖到发展商定下的目标 所以大家真的要买一些优质的单位、美价 基本上都需要和当地的人同步和发展商取单位 那你就能够取得到优质的项目 第一步你当然要找一间在当地 是信誉良好的地产公司 当然如果那间公司 能够在香港有个实体的办公室 那你几百万东西 你没理由真的一个电话 就给了几百万过去 例如这几年因为疫情之下 其实差不多大部分的发展商 都是在用一个电子签约的流程 那这个DocuSign 是发展商会直接把文件发给买家 当你一签完约 你一save了你的文件 那发展商会把单位马上交给你 就不会发生一些重复 或者你签了约 那单位原来卖给第二个 如果大家还在签约 那便要留意一下 你最重要是追回发展商 签一份executed agreement 你会发展商购买家 多伦多买家 你可以选择颜色 就不是好像 譬如香港很多时候 你买家的就好像很单一 就这样一个发展商 起完你收楼 但是加拿大 在Toronto买家 你可以选择颜色 那可能会有一些 浅色的系列 深色的系列 包括你的地板 厨柜 洗手间 可以选择 当你选择完颜色之后 就收楼前的 你做个验楼 就叫PDI P Delivery Inspection 如果你收楼前 你发现有任何问题 就要求发展商继续跟进 before你收楼 下一步就是closing 要留意一下 在多伦多买家 一般都有两个closing 一个叫occupancy closing 另外一个叫final closing occupancy closing occupancy closing 简称就是收鎖匙 发展商就会把鎖匙交给你 那你那一刻 你的单位就可以自用 也都因为单位已经给了你 你自用 那你也有些费用要给的 那个就叫occupancy free occupancy free 包括什么呢 你这个大厦的管理费 而下一步就是property tax 那就还有 因为你只是给了订金 你给了部分的deposit 那你还需要 给发展商的原额的利息 而这个occupancy fee 是需要每个月 给发展商的 过了occupancy closing 之后呢 就是final closing 那这个呢 就是发展商 正式将个单位 转给所有的买家 那要留意一下 刚才occupancy的时候呢 你的mortgage 未需要ready 但在final closing 你那个按揭 就要准备好了 因为一转名的时候呢 你的银行按揭 就要马上要供楼 那这个保障呢 就基本上是分开三个阶段的 一年两年七年 第一年呢 就基本上你的单位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会保 如果你说有一天你见到玻璃烂了 那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呢 今星期我会和大家介绍 多伦多市中心一个新地标项目 叫Former Condo 由世界顶级建筑师Frank Gurry亲自操刀 如果有兴趣 欢迎来弘基湾仔展销厅 我会详细和大家介绍